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拍我們的夜間食客 那我們今天夜間食客要去吃的東西呢 應該蠻多地方都有分店 我們要去吃的是竹間 為什麼要吃竹間呢 因為最近戲子開了一間竹間 然後呢 聽說蠻多人的喔 但我上次跟我朋友兩個人要去吃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六點去喔 我們想說平常日嘛 進去吃應該是不需要什麼定位 到底要等個三十分鐘 結果還跟我說你要等到十點過後 我會想說 哇操 戲子的竹間只有多屌啊 所以OK啊 我們就來吃看看 今天時間已經十一點半了 我就不信 等下我們十一點半進去 他跟我說沒有位子 我 如果沒有位子 我就把我的包皮 吞掉 走 哈囉各位 我們十一點半來 果然沒有讓我們失望 我們在外面得了大概又十分鐘的時間 終於有位置讓我們進去吃了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竹間呢 我相信應該很多都吃過啦 因為它分店真的很多 然後我是覺得它的菜盤呢 跟一些 一般沒有連鎖的小火鍋店來比的話 它確實算是共振一點點 我覺得還行 那我們這次點的話呢 我是點這個 大份的雙醬油 然後我分用點的是這個雙板豬油部分 那我們現在呢 可以下午的火鍋料 那它的東西呢 其實就是 你要說它好吃嗎 呃 就是 一般普通 但是呢 東西就是精緻 我覺得個人是還不錯 對 那它的湯底呢 其實有很多種 那我個人吃 基本上我都吃過了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它的原味 那我的話呢 是比較不推薦它的和風啦 因為和風湯底 其實就是加個醬油下去 然後 裡面有很出色的口感 對 然後我們都是點大分 那我們這一個呢 兩個人都是520元 然後再加一層服務費 然後蛋餃是60塊錢 有8個 呃 60塊錢的蛋餃有8個 其實那時候我看到說 那個數量真的就越來越多 因為我平常呢 像我之前自己在火鍋店打空的話 那點蛋餃 它一份9到5 一份大概也是60元 還40個 然後是 好 5個還4個而已 所以說我覺得 唉唷 60元有8個 其實蠻多的 吃的還蠻爽的 然後你看我們這個牛肉 這個 那種大片 吃進去的感覺 真的很爽 真的很爽 然後不知道大家 那個吃火鍋的習慣 有沒有夠我一樣 就是 會先把一堆那個火鍋料 拿一些碗角類丟進去 然後高麗菜會等到 吃到最後的時候才去煮 因為我這個人很喜歡就是 把高麗菜放到最後煮 原因是因為呢 他們那個 湯本身已經有很多 這些料的味道 然後高麗菜都去吸那個味道 哇 那個高麗菜超正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講 跟我一樣的想法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我們吃吧 反正這個就是 講愛片 真吃過的影片 OK biting 好 這個 吃 想一下 吃 我先吃完我們這個竹尖的部分 我們這個包皮也不用吞了好不好 我們這個竹尖11點半進去 有位子在 然後你們剛剛看前面的畫面 基本上就是看我在那邊吃 然後我大概只會講一點點的部分 因為裡面也蠻吵的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這家竹尖 就跟其他奔店差不多 大概就想說 我們很久沒有拍的那天時刻了 今天就用竹尖來說的畫面一句 大家如果晚上想要吃宵夜 可以吃個竹尖 雖然說有點貴 OK的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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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看